大家好啊 在经历了不交账税12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回到我平日的日常Blog 对不对 在这期Blog开始之前呢 我先给这些关心过我这个腿康复情况的小伙伴们 展现一下我现在的康复进度 然后我现在呢 基本能稍微左脚借一点力 然后往前走了 也就是这样 但这个吧就还是很薄 现在每一跟之前两周不同的呢 就是我现在晚上睡觉就有点难受 基本就不带这个 然后我的脚现在就不带这个的话 也不会很疼了 但白天啊就感觉会一直在动 所以白天我还是带着这个护具的 但反正现在就是走路的话 不需要完全用拐了吧 但我每天吧 还是就只是当做康复训练的那么张 训练一小会儿走那么一两步 就剩下的时间我该用拐还是用拐 就不想万一它刚长好对吧 就不想给它弄坏了 其实真的呀 很多人在评论啊私信啊弹幕里啊 都在关心我这个脚康复的到底怎么样 这个真的是挺感动的对吧 跟这些比起来 那些喷的不就是纯傻逼吗 你说它能影响我一丝情绪吗 那是不可能的 刚才的这个康复展示呢 主要也是给我妈看 我妈作为一个我每期视频 必看的这么一个观众啊 就是它不在评论和弹幕里搞我心态 它一般呢就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啊 在我们家里的微信群 搞我两句心态 这就是妈妈的魔力你知道吗 就有时候父母啊 一两句话其实没什么对吧 你后来想想没什么 但当时呢就能让你心态爆炸啊 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不对 不能别人说你啥你都没事 父母有时候说你两句 让你心态崩了对不对 但我呀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这人嘛 心态转换的特别快 你知道吗 就我不会说心态不好之后 就一直不好 我不记仇 就对事不对人你知道吗 对事不对人 之前我跟我一朋友发生了一点口角 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这个逻辑 就是说 就我生气啊 是因为你做出来这个事 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就是如果我不带你这个人的话 我连聊天都不想跟你聊 我都不想跟你说话 就和谈和你发生冲突 然后他好像明白了 然后我们俩就和好 炒蛋呢 昨天订了一份这个韩国的这个泡菜炒饭 我就把这个一起放进去炒了 今儿做饭的时候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其实主要就是想聊聊共情这个话题 我呢之前吧也被人喷过对吧 不管是家长啊朋友啊女朋友啊对吧 就也被喷过说我共情能力差 但现在应该好一点吧 就应该好一点了我觉得 就是共情呢就像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 就我觉得很多事呢 如果你真的不亲身经历亲身去做一下亲身去体验一下 自己吃个亏受个伤 你其实很难真正理解当事人的那个心情和想法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你感觉你理解的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理解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之前的我呢年少无知的我呢 就一直认为抑郁症好没什么 就抑郁症心情不好 就我当时就这么理解 我说像我这种乐天派的人 那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但很少就像那种就持续的心情不好 就一周啊一个月甚至都不行 我之前就一直觉得抑郁症就是矫情你知道吗 然后呢当我身边啊就真的很亲近很亲近很亲近的人 得了抑郁症的时候 在我真正了解了得完抑郁症真实的样子之后呢 我才算明白就 这其实也不能算明白 我毕竟也没亲身经历 但我比我之前对抑郁症幼稚的认识深刻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共情的能力 但共情我最近其实还有一个新的感 我看过的动漫 就除了《火影忍者》《七龙珠》《明天探》《柯南》 我就没看过就我其实人生中只看过这三部动漫 对吧但这都是真的特别特别想的时候 就我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接触过动漫了 就二次元的世界呢我也没接触 就对那些喜爱动漫的二次元宅男有一些刻板印象 我承认我当时也有啊我就不太理解 我就不明白有那么多好看的动漫吗 就然后看完动漫的人对吧还买手办啊对吧 然后手办还都挺贵的 然后我就不太能理解这件事了 就你看很多人对吧买个手办摆家里还供着对吧 最近最近两天机缘巧合老王给我推荐了一部帆 叫RE0我具体中文名字罵了好像叫什么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老王其实他也知道我不太喜欢看这些东西 然后他跟我说这里面故事线 看完了之后呢我好像对这些事都瞬间就理解了 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凡 因为这部帆好像据老王说真的挺出名的 就好像有两亿就上亿次观看的 然后我在欧美的一些论坛里也看了 就甚至欧美国家也对这部番剧真的评价都特别特别高 就反正看完了之后吧沿着这个完整的故事线走下来 就我觉得我其实能理解就这些东西 就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看翻 然后为什么会买手办 我觉得买手办现在我的理解就是说 在你看完这个剧之后呢 你会对剧中的一些人物就不管是主角啊 还是一些配角或者重要的配角 就确实你会产生一些情感 就等于像你伴随他走过了这段旅程一样 然后他的所有心路历程啊经历啊 你都知道 虽然这种了解是单方面的对吧 那肯定也是单方面的 他不能了解你 但是呢 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你可以把它想起来这样 我就都把动物版里的角色拟人化了 当你在有了这种连结之后呢 那你把它手办满回来放在家里 那确实就有一种意义 对吧 当然我觉得就是人啊 你一直都在寻求对吧 被别人理解 就这样一种过程 你也一直渴望被爱 对吧 所以这个呢也是就人性的一种体现 对吧 我觉得之前不理解的东西呢 在真正经历了一次之后 我就真的感觉能理解 然后我现在不觉得 就是看这些番啊 看剧啊 这宅男啊 对吧 买手办啊 这么说宅男买手办 好像有点真的刻板印象 但是就买手办这些事儿吧 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 那我在看完这个剧之后呢 我也真的被其中一些角色所感动 对吧 但你不得不说 就里面人物角色性格的刻画 他做的是真的好 就这你不得不佩服日本动漫的一点 我觉得 这也是你必须承认的 另外呢 说到共情了 其实还有一点我挺想说的 就是 在看这个剧集的过程当中啊 不是 你能看到很多弹幕吗 就经常比如说 剧中的三个角色或者四个角色 他们的决定 就比较矛盾 比较冲突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弹幕说 啊 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就明知道这样做 这样做不行吗 这种行为呢 我觉得呀就是 像我之前一样 就共情能力不够高的一种体现 就是 你 他们那些人为什么不能理解 剧中角色做的决定 和产生心理的那些矛盾呢 就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上帝视角 来看这个事情 就这是这三个人 对吧 就假如说剧中这三个角色 正在进行一些心理的矛盾 事情上的矛盾 认知上的矛盾 这是三个人 然后你观众站在这个视角 然后你知道故事大背景 你知道接下来要发生 大概发生什么 然后你站在这个角度去审视他 对 那你当然他这个决定不合理 对吧 就是像我之前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比较反感 当大人跟我说说 你这个想法就很幼稚 那你不能站在 那我现在二十多岁 然后你站在一个四五十岁的角度 来审视我 然后你批评我幼稚 那也许我现在比你当年成熟的多的多 对吧 我觉得对于很多想法啊 就是这个呢 其实也体验出来就是大人 或者你的长辈老师他的共情能力不够强 就像我在这个动漫 我看这个动漫中做的一样 就是对于那种矛盾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能设身处地的 站在那个角色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 你会觉得 就不是那么可笑 就不是那么不成熟 在他当时的那个条件下 这个就是他做出来的事情 对吧 那如果按多按观众 普遍观众那么想的话 所有人都贼拉成熟啊 所有人都贼拉稳定 情绪都稳得一逼 从来不冲动 从来不贪 那就构不成这个故事了 对吧 哎呦 刚才一 哎呦 我靠 刚才一颗蛋直接掉我腿上了 巨烫 哎呦 我屌 但你们懂我这个意思了吧 对吧 这个我觉得对吧 更适用于现实生活中 对不对 现实生活中对吧 那些喷子啊 不理解的人 说你坏话的人啊 其实都是他们共情能力太差 今天我看我朋友圈上 还有一朋友在聊共情能力这件事 就是说他就觉得现在 其实普遍的人 共情能力都不够 但现在社会所倡导的这种共情能力呢 其实只是一种单纯的善良 但这个善良啊 距离所谓的共情啊 其实真的还是差的挺远 我觉得善良啊和共情啊 它就是这个集合的那种关系 共情能共情的人 他必定善良 但能善良的人 他不一定能共情 然后就善良这个大集合里 共情是其中的一个小集 你看每个人啊 那都有优点 都有缺点 对吧 然后你每个人经历也不同 从小的原生家庭也不同 你父母的经历又更不同 对吧 然后你父母的认知 对你的态度也不同 所以一个人呢 他变成现在这样呢 他就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 我有一期视频里 有一个观众跟我留言说 就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啊 是即使他们不理解你 你也能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共情的 比较高的境界的这种体现了吧 就我觉得这种境界 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就多一份理解啊 对吧 当然有时候这个人啊 就太傻逼了 你知道吗 就不能惯牙 你知道懂我意思吗 就该喷还得喷 要不然 对不对 但你不求骂性 对不对 而且呢你就是 就是你不要因为喷它 影响自己的情绪 就有些时候我觉得 情绪嘛 就是来发泄出来 对不对 你自己憋着就很难受 那你就看见这种 实在太傻逼的人 你就喷它两句 但你呢 需要做的呢 就是不要因为喷它 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就喷子呢 他之所以成为喷子 对吧 就他对他心中那点 匮乏的那么一丢丢知识 做到如此固执的程度 那也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那他小时候对吧 安全感的缺失 教育的缺失 那这些呢 就导致了他在认知能力 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科学思考能力 这些能力上的缺失 对吧 我觉得你成为一个喷子 那也不能说你一夜 就成为一个喷子 对不对 那也是他之前人生经历 潜移默化过来 也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对吧 这对喷子吧 就多一份理解 对吧 就那遇见实在太傻逼 那我喷一句就完了 对吧 现在呢 咱们这个饭做完了 然后 咱们回房间里聊